我講一下今天的IM潮力股 這個就是重慶銀行 這段時間內人股的走勢是轉好一點的 雖然昨天跌得挺厲害的 今天都個別發展不算普遍向上 可以留意的原因就是走勢是不錯的 這段時間開始這樣畫過來 其實都是一個複色的頭肩頂 這個頭就不算太漂亮 這裡是右肩 這個雙左肩 這個頭是斜斜的 右肩是突破了 走勢其實不錯的 上菜現在下來好像回市後抽 突破頭肩底就是回市後抽 只要後市不跌穿這個位置 其實向下跌的風險就不大 這個位置是重要位置 只要保住這個位置 有機會是4.8左右 有機會繼續沿著頭肩底的兩角升幅目標進發 這個頭肩底的兩角升幅不錯的 可以留意的 除了走勢不錯之外 近來的管理層和股東都出聲會回購 不不是H股 是回購A股 但相信對股份的氣氛是有利的 又再反覆向上走 事實上股值都不高 現在股值其實非常低 PE只有3倍 即使接下來一年有少少的盈利倒退 根據證券行的分析 倒退得來都是3倍 只有3倍PE 接下來的預期PE 息率是9厘 所以股值非常便宜 如果希望這個股份 能夠借助技術走勢 以至管理層出來回購A股 大股東就出來 宣布回購A股 有助股價向上